这个穆迪这个信贫机构 还是全球三大信贫机构之一 这个穆迪它现在是给美国AAA 三个A这个债信贫等 结果10号把这个展望从稳定降成负向了 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偿债成本大幅度提高 还有就是政治两极化的问题 那么穆迪就说调降美国信贫展望 反映出美国财政实力下降的这个风险 是越来越高了 所以现在你不要说是对波音没信心 现在是目的对美国自己本身 这个经济的问题常在的能力 也没信心 亮哥 这个不是对经济 是对美国的财政能力 财政 那它有几个部分 第一个当然就是众议院目前看不出来 11月17号这个政府关门这个部分 还没有解决方案 目前提出两个方案 就是对因为有12个项拨款法案嘛 那它把它分成两类了 用两个时间来做 可是目前看起来不会过了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因为前一阵子 大概是一个礼拜前吧 美国的那个债券的交易 非常糟糕了 那有人说已经陷入新的流动性危机 就是那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家认为还会有一波升息 那既然还有一波升息 我为什么要现在进场 这个很现实啊 对不对 那第三个就是 它的最近升息之后的那个债券 现在开始进入复息的周期了 所以目前它光是复息一年就8700亿 那明年会破兆 那你去想一想嘛 美国一年的税入不到5兆美元 你以后一兆就要缴息 你去想一想这是什么政府 20%要缴息 所以你的财政一定会越来越难嘛 然后呢它税出却经常超过6兆 所以这等于是对财政赤字 这个坦白讲这拜登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没有用的总统 他就是只会印钞票解决自己的问题嘛 而且他每次要印钞票 都是要补贴企业 要么就补贴学贷 要么就补贴福利 都是这一种 所以共和党非常火大 共和党就说你根本就在收买选民嘛 所以明年大家就认为他不可能这样做了 因为共和党是多数啊 那你政府的财政就碰问题了 因为我有算过 他那些固定支出如果都扣除 包括人事 社福 国防预算 你如果全部都扣掉 他政府可用的资金大概只有一兆四千亿 那怎么弄啊 一年了 只有一兆四千亿 是他可以用的 那看你这个政府怎么办 很困久 他靠以债养债了 变成这种结果 可是共和党不让你硬了 对啦 现在就是产生这个问题 马上就要关门了 是啊 可是现在你看 这个虽然说困窘归困窘 可是美国呢 还是要什么 要维持它的一个霸主的地位在全球 所以现在在亚洲呢 我们看到跟着日本呢 还有包括韩国 其实现在贴着美国 是真的吗 因为现在反正看到 拜登已经开始跟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都要对话了的话 赶快跟啊 赶快蹭了是不是 袁老师 所以不要说是日本的岸田 想要跟这个大陆领导人有个对话 那还包括尹熙悦啊 所以现在连韩国的媒体也在讲说 尹熙悦现在很希望有个尹熙悦 只是现在还没有定论 那老师怎么看 这个岸田文雄都没有机会排到了 尹熙悦怎么可能呢 尹熙悦对中国讲话的态度很差啊 大陆对他的印象非常不好啊 感觉上他像吃错了药 就是尹熙悦根本一开始刚表现 他的一年多以来的话呢 就是不在乎得罪朝鲜啊 俄罗斯啊什么 对中国啊什么都是完全 而且他在当总统这个期间的话 中韩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不好啊 一般老百姓彼此相互讨厌的程度也很高啊 我还听到这个消息 我还真的蛮激讶的 尹熙悦的话呢要来称 都不晓得是在称岸田文雄的热度还是什么 但是话说回来啊 有一点想到 就是韩国始终喜欢拿自己跟日本比了 那个岸田文雄的话呢 本身来讲的话呢 要利用IPAC的会议 要跟习近平见面 要谈什么 要谈核废水 然后要进口日本水产的问题 这个不是开玩笑吗 他自己逻辑都搞不清楚 这里面从头到尾 日本做的事情就已经非常荒唐了 那现在发觉的话呢 日本自己的话 讲了个半天 该花的钱不花 然后这个做的事情又毛毛顿顿的 说不清楚他自己要到底做什么 那韩国现在要称这个热度 可能性不大 所以这个听到这个消息 但是对韩国来讲 这个消息要放出来啊 这消息表示韩国在外交上很积极啊 因为IPAC的话呢 是美国主办 我们也算是小跟班 也算是个主场嘛 也借这个机会称这个热度 但是我认为 我认为习近平不会理韩日两国 要理也大概就是礼貌性大家在一起握握手这样子 也不会单独开会 因为他们要求的是单独会面 对 那情况可不一样 确实 但是你正在做这种要求的话 实际上来讲 以前的前面的关系就没做好 那现在的话呢 赶这个时机的话呢 因为这个IPAC会议当中的重中之重是习外会嘛 怎么可能会花时间来跟他们两个谈什么的 所以说你的意思是说连大陆领导人都懒得跟他们对话就是了啦 懒得说是有一点难听的 但实际上的话呢 就是没有这种必要性 没有必要性 对 这次呢大家在关注就是说军事管道必须要赶快恢复 以免有任何的擦枪走火 必须要危机做好控管 不过你看中美的交锋 确实也有多次 而曾经执行过驱赶任务的大陆解放军飞行员杜凤瑞 他就有说一次惊险的拦截驱离任务 当时殲-16跟一个美国的军机相遇 进行驱离操作 美国军机并没有飞离中国 那么呢他还说 这个对方的战机是比殲-16先进许多 足足双方缠斗5分钟啊 然后呢中国军机对美国军机进行摇尾的态势 陷入危险的美国军机释放了红外干扰弹之后 是被迫必须要这样做了吗 才能够飞离中国大陆啊 而且还有统计说战机 美国的战机今年抵近中国大陆有2000多次了 怎么看这次的遭遇所谓的摇尾态势 还有放红外干扰弹 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吗 其实它显示 就是说对方是比殲-16先进的飞机 那美国目前部署在周边 比殲-16先进的飞机是什么 就是F-35跟F-27 很明显嘛 就是美国最新的战机嘛 那殲-16因为双方其实没有真的要动 但是殲-16就对它进行摇尾的动作 实际上就是在进行狗狗 那这个空中的狗斗嘛 那它就一直不断的咬它尾巴 它能够逼得对方放射干扰弹 这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 代表可能殲-16的技术也还不错 所以它一直甩不掉它 你甩不掉它之后 它没办法它就放出干扰弹把它驱离 然后当然这是双方的一个 就是有点 有一点节制的互相的这样的一个竞逐 而且殲-16面对的还是比它更先进的美国战机 其实我必须讲二系战机 因为殲-16也是从二系 就是苏凯系列这边演进过来的东西 二系战机在竞生残斗 这种Dogfight的时候能力是很不错的 我讲实在话 它的气动构型是很好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因为美国的先进战机 它最强的优势是它的逆中性能 那如果说双方都已经可以直接目视了 都在这边做Dogfight 那这个逆中性能就没有意义了 就是双方彼此比它的 那个残斗的功力 那在这种状况下殲-16的 跟它先进战机的差距就会缩小很多 所以这也造成 就是可能美国的军机没有办法甩掉它 我觉得这是这样一个问题 但问题来了 美国自己也透露 它最近一年就两千多架 对 你想想看美国部署在中国附近的飞机才几架 才一两百架而已啊 所以它几乎每一架都来过不知道多少次 所以你就知道美国对中国亲门踏户之密集的程度 那我觉得大家都会去看嘛 你想想看你隔了万里之外 你到人家家门口一年就来了两千多次 然后你说中国大附去钓鱼台 说中国大附去南海是对别的国家侵扰 请问一下这到底是在讲什么 这不是逻辑上完全不通吗 你自己就可以到处飞来飞去 那人家去巡航一下 你就说这个是有敌意 这是侵略 所以美国自己就先站不住手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 美国现在的底气恐怕是越来越不足 因为特别是这次尾巴战争 我觉得损伤美国的威信损伤了非常多 以后美国你再要做这种行为 我觉得它恐怕很难站在所谓的正义的一方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俊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俊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梅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